阿婆 我爹 阿婆你們在台北做什麼頭 我爹就在台北做導遊 你們在做導遊 做導遊怎麼穿到那些青 還穿小棕 還穿車 做導遊看得比較不像 那是什麼白煮的導遊 沒有啦 你聽不到啦 那是流行車在帶人家說 導遊啦 沒有啦 那是導遊 那是導遊 這樣喔 我只是說導遊 現在這個台灣的 和這個北京都已經 都嘎嘎做一個話 都分不清楚 因為現在說 台灣的北京的台灣 已經不是什麼建設台 也不用怕說老鼠會跟人觸犯啦 有時候說一些這個台灣國語 南南做會 說真的有種清澈的香土味 啊 會記得說 聽到沒有錯 我還在電視公圈裡面 說什麼 炒菜不用放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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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是說不用放螺絲 聽起來 聽起來 他所主的北京的平不標準 所以說不算說 炒菜不用放螺絲 不算說炒菜不用放螺絲 不算炒菜不用放螺絲 大家都聽到 以前這個外星人 不覺得台灣的 有一天會變得非常重要 在他們的生活中 覺得不需要 變大惡 但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少生惡 尤其政治人物 散佈五時 說幾句 台灣的北京話 聽起來感覺特別的清澈 有時候 有一些話 我們用台灣話來表達 和用這個北京話來講 有時候 我會覺得說 台灣話 它分得很細 台灣話 你如果想要一個東西 用台灣話來講 可以分成很多的說法 而且意思都不一樣 我比一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們開門就好 我常說開門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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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音都不一樣 意思又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用這個這個北京話說 只有是開門 門開開 開門門開開而已 不然還可以說什麼 這臺灣話就是分得很細 分得很細 開開開 開開開開 這很有意思 比如說 我們這個螃蟹 外星人家說螃蟹 但是我們臺灣話裡面又分得很細 譬如說 有紅蟹 蟹 毛蟹 還有 像是蚵仔 一大堆 像是香港 台中有一種給我什麼 不知道什麼 我又放了 我又泡了 我現在不記得 久不久就不記得 沒有經常在發吃都會不記得 所以你如果想說這外星人在說的螃蟹 大家就分成很多 聽起來覺得一目了然 北京話跟他們通話都叫螃蟹而已 到底哪有種 有時候我們還是搞不清楚 就說蝦子 蝦 蝦子 就是毛分龍蟹 還是說減蟹啦 蝦蟹啦 蝦蟹啦 很多種蟹啦 北京話是跟中國公返而已 所以說台灣的北京話現在都流行人在說 尤其一些像說我們現在常在文字上看得到 打招啦 夾仙啦 外交啦 外交啦 大車招啦 啊如果用這個北京話來說 打拼 吃仙 外交 大車拼 還搶搶滾 其實現在這個社會啦 因為 可以說是 國台府已經變成了一種 都喪作堆啦 賣輸一種結智品一樣的 大家都不分彼處啦 生活在台灣的人啦 可以說越來越沒有這個種族的 這個省籍 這個隔閡就對了 所以由台灣話跟這個北京話 南南做話說 大家聽到也會通 有處可以證明 大家聽到也會聽到 現在的節目是就算了 主持的聯報節目 感謝你 2268888任何批評意見 需要讓我們這麼承諾 歡呼 高雄的電話 2268888